欢迎收看大型脱粉真人秀的第四集 大家好 我是超气人博主磊哥 这段话一念 我想必大家都知道这期的节目到底要说什么了 没错 咱们就得聊聊 北京著名的狗篮子又出来阴阳怪气了 这次他先拿一个私人开的国学幼儿园来说事 说里面吃素教传统国学 然后劈头盖脸的把弟子龟给贬得一文不值 然后就说国际学校多好多好 国际学校的孩子多优秀多优秀 然后直接就说公立学校的孩子不行 只会拿手机玩游戏又是老一套了吧 看过我的节目应该都知道 雷哥是最擅长把袁慈郎那些虚伪的包装层层扒开 露出他那肮脏恶臭的烂裤衫子 他这次套路又没有新意 无非就是躲在中国历史文化背后 贬低中国的历史文化 目的是为了贬低中国人抬高外国人 片尾他还假惺惺的告诉别人怎么教育孩子 他说热爱运动崇尚科学 这两句话都对 他在视频里说自己对运动一窍不通 对理工知识一窍不通 他今天说这话就好像一些家长 把自己年轻时候的遗憾寄托在自己孩子身上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就忽略一个事 他说尊重科学 但是在去年初袁腾飞却是这么说的 不会 而且我是一个以对现代文明的无知感到骄傲的这么一个人 是吧 我连笔记本电脑都没有 我也不会翻墙 我也不会上网 我是这么一个人 你他妈不爱运动 你不学习 这尼玛赖别人 是吗 你自己他妈活50岁不学习 你他妈还在这儿 还尼玛得逼得逼得逼得 听见了吗 他说对现代文明的无知感到骄傲 说这话时候 你看那个损醋 一副尼玛鬼头上脑的玩意儿 拿着无知当个性 袁腾飞这个货 他一直以来都是极度的双标 平时特别能装逼 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其实他就是个人渣 我的观众里 有不少都是以前被他骗过的 你们就想想 是不是长期看他的节目 就会产生一种对自己民族 对自己国家极大的自卑感 并且觉得美国什么都好 中国就应该完全学美国 是不是这样 咱不管袁慈郎是不是精神美国人 但是从他的视频里 你找不到任何一条 他说美国不好的内容 在他的节目里 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 什么死50万 枪击案 攻占白宫 遍地的流浪汉 他根本就看不见 从这也能看出来 袁慈郎这个人的脸皮极厚 而且极其的不要脸 就好比美国严重的枪支犯罪问题 他这都能枪行洗地 给你来一句 人人吃青 他肥不乱 跟他妈撒比赛的 就硬洗地 我把他说过话 把他拉的屎拿出来 塞回他的嘴里 结果把他给说急了 出来说我造谣他 但是他绝口不提 我具体造他什么谣了 我前阵子整理视频的时候 就发现到底为什么了 我从他去年初在美国纽约演讲的视频里 发现他公然的侮辱现任美国总统拜登 说一分钟他睡着五回 咱们再看看原视频 因为这个视频啊 现在已经被他非常心虚的删除了 那么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 为什么他把这个演讲视频给删除了呢 因为这很明显的是侮辱拜登了 而他绝对不能接受自己胆敢批评美国的事 这对于袁次郎来说那是大不敬啊 剑阅好家伙 美国的大便啊 在袁次郎的嘴里都是像的 恨得马上拿起来啃两口啊 前阵子啊 梁洪达那个老坏逼啊 跟他还有徐晓东狼狈为奸在一块了 梁洪达啊在微博上被骂的特别狠 因为啊这个人啊是典型的公知嘴脸 而梁洪达这个老坏逼啊 是躲在中国文化的背后黑中国 他最核心的一个谣言 就是说中国的女性出轨率世界第一 我随便啊截了一个他视频的列表 就发现啊 有两期就是说中国女性出轨的 而这个老别独子啊 以前还搞过一个付费的栏目 里面有一期啊 打的是情商客的幌子 专门就说中国女性出轨率世界第一 咱们来听听啊 海春明教授就说了 说最让我震惊的变化就是 中国女性的出轨率大幅度上升 说出轨率多少呢 经他的调查 每15个媳妇里头就有两个出轨 就是七个半女性里头就有一个出轨的 说这个比例呢 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个水 这是他点的成果 当然了很多人一听这不服气 这哪有那么大比例啊 那我认识的这些人 这这些媳妇怎么没有就出轨去呢 其实啊 不一定是没有 也就是你不知道 嘿嘿 这种事也不好听外人说 所以中国有句俗话 就家宠不可外扬 那出轨这事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谁也不愿意外人知道 他说每15个媳妇就有两个出轨 七个半女性里面就有一个 他为了这个逻辑硬洗地 给你来一句 肯定有 只是你不知道 还说了句 家丑不可外扬 所以你不知道 如果按照梁洪达这个老瘪独子的逻辑 那他妈妈 他媳妇 他姑姑 他姨 肯定有出轨的 是不是梁洪达这个老瘪独子就是处鬼的产物啊 要不怎么对这个话题这么的执着呢 隔三差五就拿出来说 而更有意思的是啊 他说这话 是不是国内的女权应该往死里吹的 嘿嘿 完全没有 有意思吧 那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国内的女权啊 是让中国的女性仇视中国的男性 但是却要去硬舔外国男人 而梁洪达的这个话呀 他的逻辑就让中国的男性去敌视中国的女性 懂了吧 非常的明显 这两边都拿了美国NGO的钱了 目的都是为了挑起性别对立 说到性别这个话题啊 咱们这个狗日元次郎 作为半个日本鬼子 在这方面那可是有相当的见解 比如说这张照片啊 看个元次郎 哎多精神 比赞大兄妹 然后大兄妹啊 还得夸上 拿那大个个蹭元次郎的个巴 哎呦 看元次郎那表情好家伙 那脸那脑子都拨齐了 元次郎对待女性的态度 那绝对的有个性啊 他跟徐晓东是这么说的 不符合我的消费习惯 我花钱必须得买回东西来 我才觉得这个钱花的值 三个年一瓶矿泉水 这个矿泉水我花了三块钱 我拿回一瓶水来 这水还不是变形的 比如说这个啊 这个啊 假如说这个一百块钱 我一百块钱买了一杯子 我天天跟家搁着 我拿着把玩 我觉得值 是吧 如果是逛行所有三块的 有一块的 我就买一块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会儿都尿出去了 对吧 你吃鲍鱼跟吃炸酱面 明天都拉出去了 对吧 你说这个瓢子家里有不要钱的 对吧 你说这个瓢子家里有不要钱的 听见了吗 出去瓢不符合他的消费习惯 因为家里有不要钱的 大家注意徐晓东的反应啊 看见了吗 袁慈郎的粉丝们 你们天天看袁慈郎的视频 就为了听小师娘的浪销 原来你们的小师娘 在袁慈郎的眼里 就是一个不要钱的鸡呀 你们还不抓紧预约呀 办个VIP卡什么的 袁慈郎这话还不是第一次说了 当年啊 他在京华学校上补习班的时候 就这么说过 当时啊 他还没离婚 也就是说啊 他的原配大老婆 在他的嘴里就是一个不要钱的鸡 后来啊 他出轨了 比自己小20岁的 又是一个免费的计 好家伙 这袁腾费他们家 就是传说中的原价大鸡卧呀 咱就不多说了啊 别回头气的袁慈郎 又出来说我造谣他 不过呀 他肯定不敢出来回应我了 因为我手里攥着他的小便呢 侮辱现任美国总统拜登 好这还了得 回头再断了他美国狗粮 那多得不偿失啊 袁腾费这个货 就是你马拽着狗地一商店 想变成大怪鸟了 袁慈郎这个人啊 就是一个缺少道德 缺少文化 缺乏素质 毫无人性的人 美国死了50万人啊 你这么爱美国 你他妈连个屁都不方 你是你马看不见 你是吓吗 美国枪支的问题如此严重啊 他就能喊出人人持枪 你说他有人性吗 境外反华势力攻击李易的时候 他跟着攻击 反华势力攻击金灿荣 他跟着攻击 反华势力攻击陈平 他也跟着攻击 然后啊 一被我抓到说美国坏话的视频 看把他吓的 视频直接就给删除了 哎 袁慈郎我问你一句话啊 陈平 人家是早年赴美的留学生 那大罕见鱼猫翠 也是早年去美国的留学生啊 陈平把从美国学来的知识 在中国传播 在高校传授 他1987年获得德克萨斯大学物理学博士 90年代人家就回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了 这叫什么 报校祖国 而于茂春那个老汉奸啊 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啊 83年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读历史学博士 然后啊 他就进入了美国海军 担任东亚和军事史教授 之后啊 就成了前美国国务卿 小猪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首席顾问 这是一个坚定的反华反中分子 就是咱们嘴里的汉奸 他煽动美国强硬对抗中国 甘当养奴马前卒 这件事啊 气得他老家于氏家族 直接把他从族谱上给除名了 就这么一个妥妥的大汉奸 你袁腾飞怎么看呢 你袁腾飞如果是真正的 如你嘴里所说的 你们是正义的 你是正能量 那你骂陈平的时候 你敢骂余猫春吗 人家陈平从美国学成归来任教 被你骂 余猫春跑到美国就再也不回来了 还当了大汉奸 帮助美国制定政策 专门对付中国 你却一言不发 我用事实证明 你他妈就不是个人 合着就是什么 骂中国行 骂美国就不行 你他妈是不是个汉奸 操你大爷 美国这么好 那么好 你这个币怎么还不去美国呢 骂了个逼的 人家美国非常清楚 只要你一去美国 你就一文不值 知道吗 人家就利用你在中国那点影响力 你个你骂狗篮子玩意儿 操你大爷的 这傻逼袁腾飞啊 还有脸说 陈平是反美式工作 在美式生活 你呀 反中是他妈的工作 你他妈在中国居住是生活 臭你骂不要脸的玩意儿 告你啊 我愿意给你出击票钱 送你去美国任何一个城市 你呀能带着你们家的免费的鸡 我给你送美国去 知道吗 撒逼玩 有种出来回应我 呸 狗篮子玩意儿